芯片這個法案和芯片整個政策的執行 絕對是抽筋、拆骨 接下來共產黨一系列的調查 將可以啟蒂第一個調查法案 這已經不是脫鉤了 這是真正政治大戰、經濟大戰 然後大家都知道11月8日是美國中期選舉 選舉之後兩黨之間所有人都會比較一件事 就是大家誰真心滅共 這是大家所說的 未來誰敢真心滅共 誰就是未來的、最厲害的人 是美國的主人 據我發夢夢見的 據說很多人在華盛頓聚集 將過去幾年吃的虧 將現在他們發現 還有人跟共產黨勾對藍金王的人 都列了個清單 大家你們知道 原來不讓我去演講的哈德遜研究所 原來的主席 就因為他的女兒在中國上學 都被共產黨威脅 要取消什麼助學金 包括潘食毅、兩夫妻 蘇豪、還有海航 是哈德遜研究所最大的贊助商 所以說臨時取消了我演講 這是孫力軍附正華囂張的原因 我就取消你是不是 就取消了 那麼現在換了個新主席 這個大家看到 蓬佩奧在哈德遜研究所 起了關鍵的作用 還有我們華人最牛的人 余茂春先生 他是對共產黨的傷害 超過一個洪空母艦 我覺得 他們都在哈德遜 現在舉足輕重 所以說 在華盛頓圈裡 說這件事 如何將華盛頓清理出來 清掃出來 這些所有在華盛頓潛伏的共產黨 各種組織 和藍金王的力量 所以我們繼續交給大家 我要來進行 謝謝 throughout you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